全地球乃至全宇宙最好的B型房车在我的身后 虽然我今天有点涉及吹牛皮 但是我还是请你们把这个视频看完 大家好,我是没有灵魂的小七 来自卫航2021坎菲90B 它好在哪里人 大家等我说完 车长5米9 车宽2米 车高2米8 蓝牌C本就可以驾驶 全车没有划痕补齐 一点点都没有 看这拉花 discovery 探索 发现我们进了车内 我看过卫芳老板的直播 我知道他的一些理念很先进 然后我今天终于见到他们最新款的V90B的那一室 2.0T上期拍的柴油发动机 打招也很精英 我给大家试一试 正好钥匙在这 车机互联的屏幕 各种功能都在这里 包括它的行驶数据 其让安全 流媒体的后视镜 语音控制 讲 没有不讲 小杜同学 然后2.0T的柴油机 配了一个 自动挡的变速箱 开起来非常平稳 百公里油画呢 不超过10个 闭嘴 小杰 小杰 啊 不要说话了 听 不要说话 好了啊 黑黄双拼的座椅啊 这个座椅还是有些小滑头在里面 他不知道怎么设计 但是做的就比一般的V90要舒服 打开车厢后门 我们看看他的上装 是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第一 进门一侧有一个外置厨房 我们把桌板放下来啊 桌板放下来 好 户外的燃气灶 户外的桌板 非常好用 你以为只有这样就结束了 没有啊 这个是柜里面的灯 晚上做饭的时候 一样有补灯啊 然后这边 看到吗 你可以在这里加水 水电全通户外 洗个碗刷锅都没有问题 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没有 整条的灯带 你户外用电的时候 可以不用上面这一条 用这下面这条就可以了 220伏的电啊 都有 我们把它收起来 太好了 这台车是我见过上装品质最高的一辆车 包括它的内部装修风格 车的顶部三米五乘以三米的大支撑棚啊 来自菲亚马 是不是有点高 没有关系啊 自动的踏步 黄纹的沙帘 金刚的沙网 看到吗 这太好了 我们接到车内啊 现在进到车内 拖鞋 有点小机关啊 有点小滑头的啊 这里是按压式的一个扩展桌板 厨房是不是就大了 左侧是厨房区域 带盖的水菜池 180升的清水箱 600瓦的一个电磁炉 一支锁也可以搞定这个吧 按进去就突然就收回 这大沙发坐在这里 太舒服了 一压的桌板 往下按 就可以拼成一张小床 12伏的一个烧水器 水壶啊 插在这里 它就可以烧水了 灯亮了吧 12伏的 非常的省电 然后你要写点东西 可以把这个暖色的灯光打下来 你看 五孔的插座 USB的插座 还有12伏的插座 点烟器插座 这是一桌很漂亮的小花 真话 加的营养液呢 小灯不用开了 晚上写个作业 都可以的 这个是电视机的开关 菲利普的大电视机 没有连接过WiFi 新的 从来没有连过 一个宽屏的16比9格式的 我们一般看到的 B型车的车窗 这里是个白色的一个条子 是吧 塑料的 就鼓着一个大包 很不好看 这辆车石木的 兄弟石木的 面板用的是办公室的那种材质 然后用金属的压条 很漂亮 刷窗 刷帘 外推窗 大火的外推窗 对灯 改音的 改音的 哎 关闭了吗 前方我们再看 从这里看驾驶室 一步就可以过去 开着车就可以走 那兄弟人是这个 它是一个音箱 不要小看这个音箱 保时捷帕拉美娜的定制盘 它叫哈曼卡顿 效果非常好 而且是一个红鸡头的 红鸡头的 太帅了 你就认识这个牌子 你就知道了哈 这是一个好东西 厨房的下方 配有一个暖气热水一体机 这里是风速 这里是开关 3000瓦的逆边器 搭配了一个800A的锂电池 这些都不是柜子 我就特别欣赏 这个风格 真的做的太好了 这个三个抽屉 每个都很精致 但每个都很有用 这是一个日本进口的那种叫 装米的箱子 这样一弄 它那个米就撒出来 就可以煮饭了 把我这里的开关 挺好 带盖的洗菜池 冷热水可以调节 这个都可以转 小东西配件都很漂亮 看到吗 前任车主是一位女士 非常爱惜自己的车 这些叫吊柜 全是一个石木板材 一零级的石木板材 叫柜子很多 装饰的东西很多 这是一个感应的灯 晚上一开就亮了 一二三四分四个储藏 桌板上贴上很漂亮的拉花 下面这一排更好看了 四个小出地 每个都很好用 每个都能放很多东西 这个设计必须要点赞 一百二十升的冰箱 双开门冰箱 房车专用的 然后上方这里我也看不懂了 这是干嘛的呀 可能是放点东西什么的 上方是一个微波炉 在烤箱里面的 在上面还是一个柜子 这柜子里面都不是木板 都非常贴心的贴了这种毡布 给大家贴了这种毡布 MAX的双向鱼杆换气扇 这东西我终于知道它多少钱了 前天我们的V820丢了 丢了一个遥控器 好家伙 500 整套7500 成本价 卡座的上方是一圈吊柜和电视机 好有质感的 这个品质好高 小话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在床的地方出现了两排椅子 它是一个六座的车了 平时在行驶的过程中 这个可以翻起来当床用了 下面有储物柜 空调 上方是一个1.5匹家用小米空调 整车配了八路监控 哎呀 上方一圈吊柜 后门打开还有花头 等我一下 这个外推窗 可以打开的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 是可以打开的 合适必 防纹 沙连 隐私 外推都可以搞定啊 这里有个灯光 单独控制后面这个顶灯的 亮它们 给我一分钟时间 我来把它变成一张后置横闯啊 睡两个人轻轻松松 1米3 至1米8的尺寸 上方是储物的吊柜 边有很漂亮的装饰画 嘿 好看啊 两侧都有一个抽纸盒 瞅这吗 这小卧室的感觉太好了 那床上就可以观察到四路监控 整个汽车周边的一个状况 前面也有 总共是八路监控 最后让我来隆重接受一下它的卫生间 啊 换装机 这个马桶啊 非常好啊 这个是那个 清洁啊 清洁就不用在里面用纸的那种啊 电动粉碎的马桶 这个一按下面会出来一个棍子啊 然后把你洗的很干净 这个是一个马桶刷 据说这东西很贵 哎呀 好漂亮的一个卫生间啊 哇 亮了吧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的这车 确实给我的惊喜蛮大的 最后给这辆车做一个总结 四人的对卡 这些都可以打出来用啊 很惊喜 四人对卡居然有六个座椅 即使我们有六个人要一起出行的话 后面也可以单独放出来 啊 四人的卡座 如果是一家人去旅行的话 完全够用 不需要六个座椅 但是它隐藏了两个座椅啊 别说话 这是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 就是整体的家具 配色和上装的风格 还有那些小滑头的小零件啊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也是我最认可 就是这张后横床 纵床说实话兄弟没有它好啊 横床才是王道 纵床的话有些啊 细窄了 这是第三个优点 后门打开是它的储物空间 后门打开才是它的真正储物空间 这边是空的啊 床下面是贯通式储物舱 带灯 这个水桶是空调的排水口 左边也是 不要看这柜门很小 告诉你它也是贯通式储物舱 一直通到前面 超级能放东西啊 设计的非常非常合理 看好这个型号兄弟 这才是王者 卫航的V90B型方车 毫不夸张的说 这也真的是我在这里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见到的最好布局最好的 所有东西都布局什么也都有 而且还做的特别好看 2021年的车 功率数不大 配置齐全 真好